我們接下來要教學製作用Excel製作8x18.0.0的編碼 首先我們要想辦法把這些方格變成正方形 這樣子會比較美觀一點 所以我們先框選這些欄位然後點選右鍵欄寬輸入3 然後再一樣拉選這些欄位 然後右鍵葉高20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這邊的方格只都變正方形 既然你隨便選取8x8正方形的方格都將它填入為1 那填入為1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的LED點舉證假設它是共陽極的 所以是1不亮0亮 所以我們先預設這些 這些值都讓它不亮 7 8 那我們現在把它填完之後大概長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要去 去做一個標誌動作 那這個位置呢 我假設它是最低位元 所以我們填一下LSB 那在這個位置呢 我假設它是最高位元 所以是MSB 那填完之後呢 我們 最下面這邊我打算是用 寫出一個編碼動作 都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我在這個欄位打個code 接下來這位置我要做計算動作 把這些二進位的數字呢 先轉實進字 所以呢 我再 先點選一下這個方格 然後在方形式這邊 點個等於 接下來要輸入方形式 然後點選這個格子 所以是要乘以1 那乘以1的話可以不用輸入 再加上 這個位置應該是乘以2 依序去做點選的動作 就是把這些欄位呢 都轉成實進位 那 那 我ECL版本是2013 那其實2007也是適用的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已經把這些二進位的數字轉為 十進位 它是255 那我們現在再加一個東西就可以把它轉成16進位 好 因為五一呢 我們打16進位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十進位也是可以去讀取的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要轉16進位的話 我們就打 方形式叫base 然後再來加個小括號 接下來如果是要把這些十進位轉16進位的話 就要加個d號 然後打16 然後按Enter 就會發現我們已經把這些數字的二進位轉為16進位了 接下來我們就只要把 不用再設定其他欄位 我們只要把它做拉選動作 其他欄位就會如法導致有方案在上面 那譬如說我們現在要做一個字型 字型5好了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會比較方便了 就去點選符號 然後選這個小黑點 然後按插入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小黑點複製 然後貼到這邊來 我們要做5的字型的話大概像這樣子 21個範例而已 所以我們5的字型 這樣子做好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邊都會出現亂碼的 那是因為我們這些小黑點呢 乘4分辨不出來它是哪個數字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小黑點把它變成0 才可以 所以我們用Ctrl F 取代 把小黑點呢取代成0 然後按全部取代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5的編碼編好了 然後 編出來的碼會產生在這裡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自己做一個小美編的動作 把這些 那個 框圈起來 把這些 我們剛剛編的碼框圈起來 然後呢 按儲存格格式 然後 這邊可以自己選擇 自己喜歡的樣式 所以你會發現這樣子一個很簡單的 LED點取這個編碼就完成了 那其實你可以如法炮製 依序去做一些自己喜歡的編碼 那 你可以把它編輯成類似像這個樣子 把這些你喜歡的數字呢 都把它做成你的碼 這樣你以後在打程式的時候會非常的方便 那你也可以做一些有動作的 那你也可以做一些有動作的 碼出來 可以填進去五一裡面